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彻底打开国门 CNN分析称或将迎来一个混乱的夏季 中国多地首套房贷利率降至10年新低 下面我们进入详细内容 美联储6月15日决定加息75个基点 创下近28年以来的新高 华府希望通过此举放慢通胀速度 但是这次加息对美国民众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据NBC报道 个人理财网站Bankrate高级经济分析师 哈姆里克表示 加息导致接待成本变得更高昂 而且购买可编利率产品的民众首当其冲 不过另一方面 投资高利息储蓄的人或获得更可观的回报 举例来说 大部分信用卡都属于可编利率 而且根据顾客的信用度提供最优惠的利率 后者是根据美联储的基准利率调整 因此这次加息信用卡用户及使用实际年利率的息率 也会同步增加 这意味着将增加他们的负担 而在房地产按揭方面 房贷属于长线金融产品 通常为30年固定利率贷款 与政府债券收益率挂钩 而且也会受到供求情况左右 例如按揭贷款机构的生意增加 这些机构就会加息缓和需求 另外目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刺激投资者购买被视为全球最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避险 10年期国债需求上升 其回报减少 变相降低了按揭息率 在银行存款方面 也会受到本次加息的影响 美国银行的平均年利率为0.07% 即存入1万美元 一年只有7美元的回报 此外 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向民众发放经济援助 以及富有人事减少消费 导致大型银行水沁 令他们没有需求以加息吸引更多存款 或者是购买存款证 不过网商银行则向民众招手 以年利率1%左右作为诱饵 甚至推出年利率约为1.5%的存款证 回报率远高于一般银行 当然投资一定有风险 报道提到 优虑经济可能倒头向下的人士 现在应该击鼓防击 减少负债 以较低的利率在融资 增加应急储备等 在美国情报单位加强对抗中国的同时 高层官员坦言 他们也可能搜集更多华裔美国人的通话与电邮记录 令人忧心情报工作将影响美国公民自由 为此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提出数项建议 包括扩大训练来防止无意识的偏见 同时在内部重申 联邦法令禁止纯粹因为族意就锁定某人 美联社报道称 美国情报单位不断面临压力 要更深入了解中国在核武地缘政治 新冠疫情起源等议题上的决策 现在已经成立新的中心与计划来专门关注北京 民主共和两党都支持美国更强势的应对中国 民权团体和倡议者则忧心加强监控华裔人士的后果 举例而言 联系中国境内亲属或其他人 通讯内容被搜集的机会可能提高 但情报单位无法量化搜集频率 美国政府以国安之名 歧视某些公民族群的历史悠久 例如日益美国人在二战期间 曾被迫入驻拘留营 黑人领袖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被监视 以及清真寺在911攻击事件后遭到监控等 歧视华裔美国人的历史 则可回溯到1882年的排华法案 这也是第一步明确禁止特定族裔移民美国的法律 倡议团体反歧视亚裔美籍联邦员工 共同创办人王爱玲指出 亚裔民众有时不被充分相信中于美国 身为印尼裔与华裔美国人的王爱玲表示 我们常听到有人回应说 我们不能削弱国安 仿佛保护亚裔美国人的宪法权利 与美国国防相对立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去年底 已经公布新的用语指示 不鼓励混淆中共政府与中国人 CIA局长伯恩斯最近在乔治亚理工学院演讲时说 我们忧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 而非中国人民 更不要说华裔或亚裔美国人 把两者混为一谈是大错特错 在贷款利率急剧上升 房屋销售放缓的情况下 美国两大上市房产公司Campas和Redfin宣布裁员 在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 Campas宣布准备裁员10% Redfin宣布裁员8% 这两家公司的股票6月14日纷纷下跌 Redfin的股票更是触及52周年来的新低 现在房价高企 比一年前上涨了20%以上 加上利率快速攀升 已经破坏了购房者的负担能力 美国的房屋销售已经连续几个月下降 预计这种下降还将会进一步恶化 房贷需求也降至了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 自今年年初以来 房贷利率从1月初的3.29% 上升到现在的6.28% 美国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攀升至8.6% 为40年来的最高水平 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冲击了债权市场 利率在过去三天内累计飙升了超过0.5个百分点 周二 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价差 更是首次出现了自4月份以来的倒挂 这是过去准确评估美国经济衰退的预警信号之一 Compass的一位发言人说 由于经济增长放缓的明确信号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我们的业务和降低成本 包括暂停扩张并做出艰难的决定 将我们的员工团队规模减少于10% Redfin的CEO格伦·凯尔曼 在周二发布的博客文章中说 由于5月份的需求比预期低17% 我们没有足够的工作派给经纪人和后台人员 销售量减少 让我们用于总部项目的资金也相应减少 凯尔曼警告说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涨得快 可能会面临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房屋销售减少 日前 美国取消了其长期以来对所有入境旅客 新冠病毒检测成阴性的要求 对于许多美国旅客来说 这意味着在返回美国之前 不需要再做核酸检测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称 这是根据CDC的数据做出的决定 相关数据显示 美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没有必要继续要求航空入境旅客 在出发前出示阴性检测报告 CDC日前宣布 从6月12日起 国际旅客在登机飞往美国前 不再需要出示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但是大多数非美国公民仍必须接种疫苗 才能前往美国 受新冠疫情影响 过去两年来 美国的旅游产业受到重创 尤其是国际旅游产业严重拖后腿 相关数据显示 5月中旬 美国国内旅游距离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还有7个百分点 而国际旅游则落后14% 一些业内人士曾抱怨 美国的入境防疫政策已经过时数月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近日发布报告称 未来10年 美国旅游业的长期复苏将成积极态势 到2032年 美国旅游业预计将占整个美国经济的9.2% 年增长率为3.9% 几乎是美国经济整体预期2%增长率的两倍 同时 旅游业还将为美国新增超过600万个就业岗位 但是CNN指出 放宽入境条件 代表美国将为夏季旅游开闸 随之而来的恐怕是一个混乱的夏季 综合多家中国官媒报道 中国多地调降了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达4.25% 这是近10年以来的利率低点 可见官方抢救楼市稳经济的意图 有机构分析 短期成效恐有限 在疫情冲击下 市场观望情绪仍然浓厚 报道称 继5月20日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下调15个基点后 多地方贷利率下调 不完全统计显示 截至目前为止 包括广东惠州 河北唐山 江苏南通 江西九江 江西宜春 江苏苏州 天津 河南郑州 山东青岛 山东济南 青海西宁 新疆 内蒙古 呼和浩特等地 首套房贷利率降至4.25%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陈肖表示 中国央行和银保监会在5月15日 发布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提出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下调20个基点 各地可因成失策 5月20日 5年期 LPR下调15个基点至4.45% 这些政策叠加 意味着各地的最低利率可达4.25% 陈肖认为 房贷利率下调 可以减轻购房者的还款压力 短期内政策效应可能不太显著 但从长期来看 预计后续的市场修复进程将会加快 下半年市场有望加速回升 中国虽持续推出振兴楼市的措施 但是市场对未来仍然是观望气氛浓厚 据第一财经报道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 地缘性冲突 疫情封城都加大了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预防性储蓄取代购房意愿 房地产销售 现金流恐出问题 将再错消费者信心陷入恶性循环 外出就餐 哪家餐厅最好吃 律师 会计师 找谁最靠谱 装修搬家 找谁最安心 到纽约华人资讯网商家点评 海量本地商家真实点评 您的纽约生活指南 纽约华人资讯网商家的点评 以您的信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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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